而曾经是在位最久巫统主席的首相敦马哈迪 昨天就批评巫统其实早就已经名存实亡 而这句话听在现任和前任巫统主席的耳中 自然是不舒服的 那今天前巫统主席拿督斯里纳吉 以及现任主席拿督斯里阿莫扎西 都异口同声地驳斥敦马的言论 强调巫统绝对不是名存实亡 阿莫扎西更不在乎地说 要说什么任由敦马吧 巫统前任和现任主席 先后在国位走廊被媒体重重包围追问 其中一个共同问题就是 属相敦马哈迪说 巫统已经名存实亡 才担任四个月巫统主席的 拿督斯里阿莫扎西 不愿停下脚步受访 只是简单回应 对于敦马的一言一行 阿莫扎西也简单抛下一句 随他去吧 至于早已离开巫统核心的前首相 拿督斯里纳吉 对于巫统还在不在的问题 也是轻描淡写说 巫统还在 另外 阿莫扎西被控45项罪名 引发了要他告假代查的声浪 对于昔日战友的情况 纳吉也不认多谈 对于自己是否应该告假代查 当事人阿莫扎西被追问时 反问媒体 有什么权利过问这个问题 NTV7 红美玲采访报道